律師身上有多少是客戶的秘密 你知道他把他電腦主機扣押到現在還沒還 裡面幾乎都是我跟蔡英文的論文門相關的訴訟 你把一個律師留置在看守所 七八個小時吧 王法拘留 王法積壓 開什麼玩笑 你一句我們會改進 人家給你白抓了 你們把我的委託律師的一些業務機密 你給我拿去 你拿去效忠蔡英文怎麼辦 我的律師張靜終於他就被整整整了兩年半 兩年兩年整整 那其實這整個案子大家想一想 這是很奇怪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你看真是大炮打小鳥 你有聽說過台灣有哪一家 不管是按摩或者是美容美髮 這一類的店有因為什麼裝攝影機 而遭到這種大規模的搜索 而且我還記得那個場景是鶴槍實彈 然後你也知道 他不是找什麼私家偵探去裝的 他是找忠心保全 好嗎 忠心保全 這個也未免太扯了一點 那這個案子就是很明顯的知道 就是惡整張靜嘛 那為什麼要惡整張靜呢 當然是因為張靜替這個論文門辯護 那你說替論文門辯護就一定有事嗎 有啊 張靜有事 李政華也有事啊 好 那有什麼事呢 首先啊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大家回到2021年的12月25號 就是整整兩年前 那個時候張亞中呢 在凱道辦了一個素還真論文門的 一個凱道的活動 那天活動的人相當的多 我也愣了一下 到的人相當的多 人氣非常的多 那張靜呢就上台 上台後他發表了一個 為萬千台灣人民生討蔡英文書 這有點像那個洛病王的討武照席 就是討伐武則天啊 而且他在這個討蔡英文書當中 直接說蔡英文出聲窯門啊 對不對 我還跟他開玩笑 我說原來蔡英文家是做那個討業的嗎 結果 經過了三個月 2022年3月21號 張靜律師家就被搜索 然後又生壓他 搜索不是三個月後才開始哦 是那一年大家還記得嗎 張靜上凱道聲討蔡英文是12月25號 結果呢 他們那一年的除夕夜 大概就一一月多吧 他就已經被跟奸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在那個事務所發現說 奇怪 為什麼他那個對面有一部車開進來 然後停在那兒就過了夜 大燈一關就在那過夜 可見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被24小時跟奸 好 跟奸沒有多久之後呢 就陸續發生了一些他被提告的案子 然後他被提告說他去這個 有人告他嗎 有人告他說什麼 按摩的時候他們的店長呢 把他弄的這個什麼拔罐弄得全身瘀青 你說這是好笑不好笑 拔罐有人不瘀青嗎 如果你去拔罐不瘀青 然後又收你費的話 你那不是業務詐欺嗎 表示他沒有拔到嘛 所以用這個理由把張靜呢 就那個人告他以後他就沉案了嘛 沉案以後就開始要調查 結果張靜呢我覺得他也是就是疏忽啦 他就想說那你們要看這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為什麼這個拔罐會弄成這樣 他們沒有打架啊 這是正常合法的業務啊 所以他就叫店長呢 把這監視錄影帶直接原本本的交給了檢察官 結果沒想到檢察官呢 用半A案然後抓B案的方式 這種案子多得很啦 這種叫釣魚 然後他的這個本案 就是這個傷害罪不起訴 最後卻用了他這個妨害秘密 去把他給這個五花大綁 還賀槍實彈去搜索 然後羈押他嘛 我記得那個案子 律師公會還有民間司改會都發聲明嗎 因為去搜索律師事務所 這是非常惡劣的事情 你知道其實檢察官的角色 跟律師是平行的 從訴訟這個的角度來看 檢察官其實是國家的律師 所以他應該要跟律師是平起平坐的 就是說檢察官收集犯罪 那律師代表被告去辯護 所以台灣的這個檢察官制度 其實是很荒唐的 就檢察官高高在上 然後律師跟被告是在底下 其實不是這樣的 檢察官應該要負充分的舉證責任 才能夠用國家的這個機器 去公訴一個被告 或者一個嫌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檢察官就大動作的 去搜索了張靜的事務所 位於台東的事務所 所以在那時候一片化然 為什麼 因為律師身上有多少是客戶的秘密 你知道他把他那個電腦主機扣 壓到現在還沒還 裡面幾乎最近的全部都是 我跟蔡英文的論文門相關的訴訟 我曾經要求他們返還 他們不返還沒關係 我慢慢拖 我等他什麼時候有這個動作 不然我就是一個一個告嘛 反正那個期限很久 好後來這個案子到了監察院 也叫法務部 就法務部就承諾說 對這個程序上是有些問題 我們會改進開什麼玩笑 你把一個律師這個半夜弄到這個 就半夜才過來偵訊 所以你把它留置在看守所 七八個小時吧我記得 這一點都沒有去照顧到人權 然後事後說啊對啊 對我們這個是這個王法拘留 王法積壓 所以這個我們以後會改進 開什麼玩笑 你一句我們會改進 這樣就好了 人家給你白抓了 好那11月20號的時候 在台東地方法院第一次開庭 在這個之前張靖曾經自訴 全部被駁回 他自訴三個檢警 用這個還有他自訴五個罪 在台東地方法院他告什麼東西呢 他告台東的檢方妨害秘密 告了台東檢方呢 因為他搜索律師事務所查扣電腦 所以他呢自訴三個檢察官 違反搜索的五大罪狀 結果台東地方法院裁定駁回 通通都駁回 那法官呢 參著國外法律學者的見解 認為律師犯罪的時候 律師事務所也不是不能夠搜索 問題是這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則 所以 你說 一個妨害秘密的罪 我跟你講這種一般正常情況之下 根本就不會有任何的 這個問題嗎 其實你說妨害秘密 你黃偉他把我的這個什麼台大升等資料啊 還包括那個幾十個彭文證 那個那個性別什麼那個相關的資料 全部都放在卷宗當中 那律師都可以閱卷啊 這為什麼 因為律師不是相關的當事人 那所以他基本上這才叫做妨害秘密 好反正這個案子反正有效期還很長啦 以後我們會慢慢追究 那張靜這個案子呢就這樣子 他自訴五個案子 全部全部被駁回 就他告檢察官 告警察 非法搜索 相關的妨害名譽全部駁回 一直到了 因為起訴嘛 太宗地監署把張靜給以妨害秘密起訴 那經過了一年多吧 結果2023年就是今年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多禮拜前的11月27號開庭 好 這個開庭就很有趣啊 這開庭我做了一個小超 因為我人沒去 我沒辦法 我還要求張靜說你幫我列為那個 本案的證人嘛 我可以去講啊 我可以去講說 妨害秘密的不是張靜是你們啊 你們把我的委託律師的一些業務機密 你給我拿去這個大家看對不對 你拿去校中蔡英文怎麼辦 所以這個案子一開始爭執的是 張靜先說台東地檢署用 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新聞稿 先把張靜呢 給這個整個徹底的抹黃抹黑一頓 他說張靜是用隱藏式攝影機 然後中央社呢 又把它改寫形容成針孔攝影機 所以他說這個妨害名譽 對他來講是妨害名譽 因為這是中心保全 設在這個所有按摩場所 或者公共場所美容髮廊的 標準配備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得 那時候說什麼針孔 就現場拍到像一個棒球 像壘球這麼大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那個 放在那個就是那個 屋簷樑下的那樣的一個位置嘛 如果真的是針孔的話 應該是真的 針孔是什麼意思 我想針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完全不符合事實 那一個是針孔 一個像壘球一樣大 放在你的眼前的攝影機 請問這個形容成針孔的檢察官 或者中央社 這不是妨害名譽嗎對不對 所以張靖就告他嘛 所以張靖告 當然全部自訴全部駁回 所以張靖就利用這個被告出庭 在台北在台東地方法院 要求公訴檢察官說明 說哎 你們怎麼可以把一個不是事實的東西呢 向媒體發布 結果你知道這個公訴檢察官多鬧嗎 公訴檢察官沒法說 他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公訴檢察官要換人了 原來的好像是羅伊德是不是 後來換人了 可是這個是理由嗎 你換人了你又要交接啊 你說今天我們當記者的 或者是當這個媒體主管的 你從警政縣跑到這個政治縣 然後有一個案子 有一天呢 你要你的這個代班人跑來問你說 這個明天我要來處理這個案子 然後處理這件這個新聞 那怎麼辦 我說不知道啊 反正我換人了 無所謂你隨便講講 所以我說台灣的檢察官真是不負責任 你們輪調沒有關係啊 可是你可以力挺 當然公訴檢察官的時候 被告問你說你你為什麼要這樣寫 你說那不是我寫的啊 我只是公訴檢察官 前面的人調走了 你沒有搞清楚你來幹嘛 這件事就讓我想到 我的案子不是從黃偉起訴之後 第一個接下來的公訴檢察官 叫做黃冠韻 後來也升官了 辦了我的黃偉黃冠韻全升官了 他第一次立庭的時候 鬧了個什麼笑話嗎 因為第一次立庭的時候 是準備程序庭嘛 那個法官叫做趙雲寧嘛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不是準備程序 我不是從來沒開過庭啊 我第一次停就到了 他們通緝我說 我是第二次停沒有到 我是第一次停到 第二次停沒到 而且我要求視訊啊 第一次開庭的時候 我們的辯護律師就很清楚的 談到這個起訴書上 有哪些地方不對 結果這法官趙雲寧就說 那那個黃檢察官 來起訴書第十三頁的第幾行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代表國家起訴我的公訴檢察官 黃冠韻 跟另外旁邊一個小檢察官 兩個人面面相去 他們連起訴書都沒帶啊 這個好像什麼 就好像上課的時候沒帶課本來 老師說翻到課本第320頁 那邊有一個圖 然後全班沒有人帶書 就那個很尷尬的場面 可見這些檢察官 他們只有一個使命 就是奉命起訴你 奉命辦你 至於理由 過程 根本不在乎 好 結果 這個公訴檢察官就說 我不知道耶 當時這個是不是我 公訴檢察官換人了 我只能按照起訴書的內容回答你 可笑嘛 好 後來呢 這個法官 當庭勘驗錄影帶的畫面 所以他把現場的觀眾請出去 當庭勘驗這個畫面 所以我們也沒有看到這個畫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再來呢 張晶告訴法官說 他說進到我們這個美容美髮沙龍一進去 就有公告說本營業場所有公開錄影 那甚至有些店還會寫說 面對錄影中請微笑 對不對 那麽要寫出來 他說這個攝影機也不是隱藏性的 他說也沒有監視器可以側錄 他只是把它用錄下來放在雲端保存 這個東西呢 在臺灣很普遍 那一般來講 在美國也很普遍 就是監視錄影器 他錄下來之後 三個月他會自己洗掉 我不知道中心保全這個設定好像半年吧 三個月洗掉 原因是什麼 目的是你這不是拿來看的 是萬一家裡面有小偷 或者有事情的時候 他就去 因為你不可能說招小偷以後 三個月才來調錄影帶嘛 所以家裡招了小偷 你就立刻去調閱錄影帶 如果你沒有來調閱 這些東西就是洗掉 他的這個硬碟就是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後面的覆蓋前面的 我想是這個行業的SOP啦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看嘛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正常的按摩店 他才會有這個錄影帶嘛 監視器為什麼 我是個正常的光明正大 不是做OA 萬一我的客人突然在裡面控訴說 我們的這個員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不是百口莫辯嗎 對不對 自從這個蔡英文合法化以後 也不是只有男女之間會 男生會被女生告耶 女女也會告男男也會告耶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業者要自保啊 比方說一個女的師傅 幫一個女的客戶按摩 萬一這客戶大叫說 這個女的對我這個上下棋手或怎麼樣 你能夠說因為他們是同性別 所以就不可能有發生這種事情嗎 當然不會啊對不對 因為性騷擾或者是妨害性自主 不以同性不以異性為原則啊 所以這個業者人人自為嘛 他們才要去錄這個東西 萬一有發生爭執的時候 掉錄影帶出來看 所以就張靜的這個這個按摩店來講 他們是沒有把這個錄影的東西下載的 而且一般來講 我們請保全公司來弄 除非真的有事 我們每一次不會去掉月錄影帶啊 而且你久了不去弄它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掉月 所以張靜 你看張靜很好笑 他連那個他連那個手機上面 要說他設定靜音他都找不到 他加LINE他都不會 所以基本上他跟這個電子 不是基本上 事實上他們也舉證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那個畫面 那個畫面就被錄下來 在雲端在中心保全 如果我們不去主張 我們需要掉月有什麼糾紛 那個袋子就三個月被蓋過去 三個月被蓋過去 這樣的案子也可以拿出來 鶴槍實彈 十幾個員警 把張靜積壓好幾個小時 你不覺得台灣的司法服務蔡英文 也服務得太貼心了吧 好 這裡面有趣了 他說這個主機沒有掉月記錄 就是主機可以去看嘛 因為電腦上都有嘛 你什麼時候掉月 他都會留這個所謂Log file對不對 這個Log一看就知道 事實上主機沒有掉月過 話而言之 這整個錄影的過程 沒有人看過到底錄了什麼 唯一一個看過的真正妨害秘密的人 是那些檢察官 羅伊德不男生嗎 這幾個男生是不是閒的沒事幹 找個案子來窺探一下別人的秘密 真正要被判 辦這個妨害秘密的 應該是那幾個檢察官吧 所以那檢察官說 公訴檢察官指控張靜說 他們每半年就會把主機影片下載 那這個很好查嘛 這個很好查嘛 你有沒有下載 下載了以後有沒有看 這個東西電腦一掉就知道了 你任何一個檔案有沒有開過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那個叫Log file嘛 所以這個東西沒什麼好爭辯的嘛 那接下來張靜 這個案子很好玩 他的案外案是什麼呢 是因為有一個人拔罐 告傷害 才引起這個檢察官 大剌剌的去搜索張靜的店 然後要求他們交出 相關的一些證據 那張靜也沒有搞清楚 所以傻傻的去把那個 監視錄影 大家想說我當時裝保全公司的目的 就是說萬一有糾紛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袋子掉出來嘛 他就把這個袋子呢 交給了 檢察官 結果檢察官呢不辦傷害案 因為傷害案不起訴 而就拿這個東西去辦它妨害秘密 問題是誰妨害秘密 不是檢察官你妨害秘密嗎 除了你看過以外誰看過 所以這個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這個 而且你看 他不但 扣留了張靜的電腦 我出過庭啊 因為我曾經告過這個檢察官嘛 後來也是不了了之 我說你要把你的東西還給我 這個我的有關論文門相關的案子 跟你跟你這個 要辦的這個業務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其實 我們都會追究啦 因為你這才叫妨害秘密好嗎 好 結果這檢察官真的是厲害 如果台灣的這個軍人 都像這個檢察官一樣 反攻大陸早就成了 消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 他為了一個已經是罰冠的案子 告傷害不起訴 他竟然啊 把它轉成為妨害秘密 而且自己去搜集了7個證人 要來告張靜 因為妨害秘密這個東西 要有人出來舉證嘛 如果我認為 我這個東西不是秘密 你們要看就看嘛 那就不會有妨害秘密的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證人站出來說 這就是我的秘密被侵害 這檢察官了不起吧 他一個一個去找耶 按圖所記去找到當事人耶 你這不才叫妨害秘密嗎 你不但看了當事人的這個畫面 你還知道他是誰 還跑到他家去找他 對不對 你要是碰到這種 不肖的檢察官司法官 萬一他心生歹念對不對 那不是有那個法官 曾經為了追他們的同事 結果利用司法系統 進去看這個法官同事的相關資料 後來被寄申戒嗎 所以你說你幹這種事情 這才叫妨害秘密好嗎 後來他找到了 七個妨害秘密的被害人 聯手要來告張警 你看這多可惡 這是不叫包攬訴訟 那現在這樣 就是說這個主機的影像 保存三個月 三個月不是半年 三個月就會被覆蓋 那麼七個妨害秘密的被害人 有一個是2020年去消費的 所以他根本沒有任何的證據 可以加速加入這個起訴的行列 因為他是2020年消費的 所以他就是硬要去湊七個人 然後他就硬要去湊一些被害人 來控訴張警 所以這整個案子就是很荒唐 那接下來 雙方的爭執點就是要 因為準備程序嘛 就是要求調查證人證物 所以張警要求傳四個 中心保全的 對不起 一直講錯 星光保全不是中心保全 幫中心保全打打知名度也不錯 要求傳四個星光保全人員作證 那檢察官同意要求加一個 要求五個星光保全的人作證 所以這個案子當天大概是這樣子 我還沒有跟張靜商量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將來如果 我覺得其實他應該 我要是他我就告了 就是那個傷害的部分 不是拔罐後來告傷害嗎 要是我就告他誤告 當然誤告很難成立 不過我一樣可以主張 而且這個案子也很有趣 我根本認為那個告張靜 拔罐傷害的人根本就是憲民 我有極大的懷疑他是憲民 一般正常人怎麼會去拔罐消費 然後告這個人家傷害呢 請問你拔罐 歐七怎麼會這怎麼會告人傷害 你來目的不就是要拔罐嗎 而且這個案子被不起訴處分 表示什麼 表示你告人家傷害是很荒唐的事情 我真的懷疑這只是一個釣魚的魚耳 所以如果我是張靜的話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時間 或者他會什麼想法 我要是他的話 我就反告這個 告我店長傷害的人誤告 第一個我要讓 我要先知道你是誰 我好好查一下你的背景 第二個呢我透過誤告 我要來好好看一看 這個當時這線是怎麼布的 這簡直是國家級的徵搜嘛 所以這整個案子可以看到 台灣的司法真的 為蔡英文服務的也太貼心 太細緻了 好 在這邊呢 也幫大家做一點點補充啦 就是剛剛講到說 這一次開庭算是一個 蠻有進度的 就是剛剛彭P也解說了一下 就是整個開庭大致上的一個狀況啦 那在這邊呢 張靜律師其實也有特別講到說 以現在的進度來看 這可能是 在下一次如果有開庭的話 就是應該還是準備程序 但可能就會是 最後一次準備程序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開庭 已經是進入到 準備程序的倒數階段了 就剩下一些證據要去勘驗嘛 那就看說現在的檢方 既然他已經不是 原本起訴的檢方了 那是不是能夠更公正客觀一些 然後剛剛在講那個 隱藏式攝影機這件事 他也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在起訴的內容當中 根本就沒有提所謂的 隱藏式攝影機 這一句話是出現在 新聞稿當中才會去誤導了 中央社那時候的報導是有出現的 他又進一步的 把它講成是真恐式攝影機 就是說檢方是不是在 刻意誤導媒體 你明明起訴書裡面沒有寫 因為這非事實嘛 那雷比雷球還要大的人 你不敢寫進去起訴書 因為那個是就必須要有憑有據的嘛 難道新聞稿可以無憑無據嗎 還真的就是故意給你寫一個 隱藏式攝影機 是這樣子去造成了一個誤導的 那他就是不是就不是 在所謂的起訴犯罪事實當中 那就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真恐門不真恐門啦 因為根本就沒有真恐的存在 本來就也沒有真恐的存在 好 另外呢還有就是看接下來 到底這個相關的證人會怎麼個調法吧 不過有一個時間點變成說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說因為當初這個案子 是在去年的3月21號嘛 然後經過了今年 那到明年3月21號就等於整整兩年了 那以彭P雖然說張靜律師 但他會自己對於自己的案件 做最後的決定啦 但是依照你這個非常豐富的經驗 去對抗這個司法國家機器 就是你給他建議會不會是3月21號之前 就是趕快要進一步的 針對民事的部分去提告 還說你覺得現在就該告了 民事是這樣子 拖到兩年 拖不是壞事啊 那不要說他要告 我都會告啊 你把我的相關的訴訟資料一扣 就扣了一年多 然後不還給我 上次開有一次為了針對 把主機拿回來這件事情開過庭對不對 我沒有想到是道歉的 對對對 我要求反還嘛 結果法官也開了庭啊 我剛才講得很清楚啊 他說那我們現在就還給我 我故意跟他講說對不起啊 我要的不是這個 我要的是 我不是拷貝還給我 我要我的原始檔案 而且我要知道我的檔案有沒有被 除了我的律師跟我之外看過 他們傻了 嚇到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放在那裡 他們說放在倉庫中 那到最後我就跟他們主張嘛 你放在倉庫中造成我的損失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這兩年的時間 然後兩年過後 我有的是可以告他其他方面 那我的秘密武器我就不講了 反正這些人會倒大煤 你們不要以為台灣的司法 是你們可以胡作非為的 也不要以為全世界只有台灣 嗯 放在倉庫裡面 那是不是要加派人手去嚴防助容啊 對啊 這個 然後跟那個調查局的 電子檔案是一樣 對啊 我一聽到我在倉庫 有危機趕出來 這個說好應該要還的啦 但這一拖也是拖夠久了 而且那時候就是針對真口門 都還沒有更實質的進展的時候 是針對了彭P就是說要求返還這件事情 先行開了庭 但到現在還是沒有 對 那就變成說很多東西就是 實質的影響這肯定是有的啊 因為本來就做好了預備啦 或是說各種的資料啦 但對於彭P來說 更擔心的可能就是剛剛講到 就是被看過這件事情 影響可大了耶 對啊 所以反過來嘛 當今天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明顯喔 就是說 例如說張靖律師 被質疑說什麼所謂的啊 半年就會掉一次監視器啦 把它形塑成一個就是偷窺男 偷拍偷窺男的抹黃的形象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是可以很直接的去 因為它是經過了星光保全 一個有規模的公司去安裝的嘛 所以如果說我有調閱檔案什麼的 這一定會有紀錄的 不太可能沒有紀錄啦 這種正規的有比較大型的保全公司 就是你請它安裝監視器 你要調閱監視器 它肯定會有紀錄的啊 線上一定會有就是 我覺得電腦現在就是很厲害嘛 你做任何一個動作 它其實是都可以找回 當初的紀錄的 就有機可循的嘛 總會有一些注視馬跡 但是所謂的真正進到 司法機構之後 這些東西會不會就變成黑箱了 我舉例來說就是彭P跟你 有關的這些主機 就是你主張要返還拿回來的這些東西 你問他們說有沒有看過這件事情 就算哪一天要解密 我都覺得很難知道說 他們是不是有誰真的去開來看過 或動過什麼手腳 可能動手腳可以發現 可是越覽這件事情 要查出來說到底是誰去碰過 誰去看過 彭P你有先想過這個問題嗎 就是說他那個足跡可能不是那麼好找出來 這個我一定告啊 你很簡單啊 你可以查扣張靜有關相關的東西 但你沒有資格去查扣我的那個文字檔啊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文字檔嘛 而且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形式 那上面檔案都有建檔名啊 所以你應該做的事是 你應該把張靜電腦中 有關你認為可疑的東西下載下來 而不是把整個電腦搬走 而且這個電腦是律師專用的電腦耶 這個東西牽涉到多少訴訟當事人的利益啊 那如果這個訴訟當事人的利益是 牽涉到那麼幾十億的那種遺產的增值 或者是幾十億的土地糾紛的時候 那你去穿透一些這個黑道 那不是事先去把所有的這個資料給洩露出去 這才是可怕的妨害秘密好嗎 就是這個台灣的這個法官啊 檢察官就是當皇帝當冠的 辦案的時候一點點這個專業的認知都沒有啊 所有東西拿了就走 你這不是掛了牌的土匪嗎 所以這筆帳一定會討回來的 你們慢慢等 你們不要急 因為你們在惡官喔抽號碼牌 你們排到很後面很後面 案外案啊 對不對 那個那個蔡英文先抓起來嘛 其他一個一個辦嘛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美日克菲爾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面對欣賞美好人的細節 一起來某! вместе Squee! 我全能極端目開除快決定 我的啟動 我全能夠08盛 Civ